好 我們看到到底齊伯達斯 拒絕什麼樣的方案 希臘人民知不知道 其實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從國際的一個財經角度 會覺得這一次債權人提給希臘方案 是非常非常的優惠 第一點是債權人要求 希臘在今年2015年必須實施出 1%的財政盈餘 就不能再去做財政透架動作 那希臘希望怎麼樣 希臘的時候能夠只要做到0.8% 觀眾朋友1%跟0.8% 你知道差多少嗎 因為希臘的GDP大概1950億美金 0.2%的話 大概就3.5億美金左右 嚴格來講他們在炒什麼 就炒100億台幣 今天台北股市市值蒸發 5300億台幣 觀眾朋友 其實台灣的投資人 每一個人捐一點錢 你或許就不會賠那麼多 因為他們只在炒100億 台北股市今天就跌到5000多億 所以是不是叫阿土婆 不要捐給郭台銘1000萬 捐給希臘 他可以少賠一點 另外我們看到增值稅的部分 因為整個債權認為說 你這個增值稅必須拉高 我們之前提過增值稅 對國家來講是比較落後的稅 因為這個國家科稅困難 所以從每一個交易環節 科增增值稅 這有機會再跟官方提要 這個增值稅要提高到23% 特別是餐飲業 水電藥品書籍 基本上是滿足希臘的需求 另外是有關於退休年齡 拉高到67歲 因為希臘人口老齡化問題 其實也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目前必須要 要延長退休年齡 使得這個退休金的負債 跟領退休金的人 都能夠輕一點 能夠少一點 另外針對整個勞工的薪資 有非常嚴格的管控 我要請教一下萬民哥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從財經角度 我們講過 就為那100億台幣 100億台幣炒翻天 可是說實來這個社會 就是很冷漠的 其實今天台北股市 賠了5200億 其實台北股市的顧民 願意每個人捐個100萬 捐個50萬 捐個1000萬 送給希臘 今天不會賠5200億 可是人就是自私的 為什麼我要出 叫俊敏出20萬 俊敏說萬民哥出50萬 萬民哥說 莫娃哥比較有錢捐100萬 沒有人要出 好 沒有人要出 每個人賠5000萬 所以這個萬民哥我們觀察 希臘問題在這邊 綁在火燒連環船 在財經當中它不太重要 可是政治 它是歐盟國家 在軍事 它是北約的前哨戰 應得觀察 阿土伯 今天晚上 如果看到這個節目以後 看到你剛剛講的話 他一定很生氣 是 前一段時間買紅達電 已經賠了幾百萬 你還叫他去捐錢給希臘 他今天賠幾千萬 那還不如去買紅達電 所以說 絕對不會相信你這種鬼話 所以這社會 沒有 我們是理性做判斷 可是社會人多了之後 就跟公投一樣 變純 當然 你講沒錯 其實希臘這個問題 有一句話可以去形容 就是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要人命 就是希臘對歐洲來講 在歐洲的整體GDP 可怕也不到2%出頭 其實只是小小的一部分 但是他一出了問題以後 完全是難過你知道嗎 嚴格講 你把牙齒拔掉以後對不對 就沒事了 可是大家你回想 你第一次拔牙齒的時候 會不會心疼 會 不但你心疼 你爸爸媽媽都心疼你知道 所以真的要把這顆 希臘這個牙齒拔掉的時候 歐洲人還是會覺得 有點捨不得 拔掉不見得再裝得回去 這很難的 就缺牙了 除非你自己再做一個 假的希臘對不對 給它裝回去 但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其實頭正都不知道 到底希臘會怎麼樣 像台灣對希臘的破險 非常低 而且中國也大跌 會怎麼樣 經濟學家預估 就是希臘馬上退歐的話 他的GDP可能折損40% 那是他家的事 跟我有什麼關係 當然是沒有錯 歐洲人基本上 希臘欠的這些錢 哪怕不還的話 其實德國人 也不是說承受不起 800億歐元 對德國GDP來講的話 也算不了什麼人一下子 就像拔一顆牙一樣 問題也就解決了 但是現在我覺得 比較猶豫的是希臘人 我平常心講 我認為 為什麼我們民調說 百分之七十幾的希臘人 都不想退出歐元 你想想看 第一個你像歐元 借債的話 利息就百分之一點多 他一旦退出歐元的話對不對 他哪來的這麼低的利息 可以借到這麼多錢 第二個對不對 意味著對不對 你以後再也借不到錢了 老實跟你講 國家舉債 其實在本質上 是代表這個筆錢 永遠可以不用還的 而且可以越來越多 你知道就越還越多 你只要那個流動性 那個周轉金 能夠維持它可持續性的 這種運轉的話 其實國債是不用還的 現在希臘人面臨一個問題 我如果退歐的話 我這個國債也不用還 是沒有錯 但是我可能永遠 再也借不到錢 這是希臘人目前 比較掙扎的地方 但是希臘人 就像剛剛講的對不對 他有很多問題 其實你看看 現在希臘一個GDP人均 還有兩萬塊美金以上 如果在2011年之前 他還將近三萬塊美金 但是你實際檢驗他的這個 國民的這個勞動生產力 還有國家的這種科技技術的這種 發展水平的話 他可能只有1萬美金出頭 其實現在對不對 歐洲國家普遍就是認為 你就降低工資 降低生活水準 甚至於兩個月前 聯合國都幫希臘找好台階了 為什麼 兩個多月前 聯合國通過一個決議 把世界上的老年人口 明確的定義 70歲以上才叫老人年口 意思就是說希臘人 你不要認為覺得67歲退休 很沒面子 現在聯合國已經告訴你了 70歲以後退休都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事情 已經變成全球性的問題 大家都在幫希臘人 尋求解決的方案 所以我覺得希臘人 如果把心胸打開的話 他也許有不同的看法 對 對政治跟軍事上 會怎麼影響 希臘這個退歐 我平安心講 希臘的外交部長 上個月在牛津大學的時候 還在要挾 希臘有特殊的地緣位置 他認為現在歐洲國家 面臨一種選擇 第一個是 你要長期的自由 民主 繁榮 還是短期的斤斤計較 那一點點利益 如果你為了長期的自由民主 還有繁榮的話 你就要讓希臘對不對 委屈求人 讓希臘留在歐洲 歐洲可以在西地中海... 東地中海地區 扮演歐盟的這種基石 但是話要說回來 1992年蘇聯解體以後 巴爾半島的國家 包括保加利亞 都已經加入歐盟了 其實要不要希臘 已經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講難聽的話 過去對不對 歐盟很長一段時間 土耳其一直要爭取加入歐盟 但是歐盟都不讓希臘 不讓土耳其加入 原因就是因為希臘在那邊擋路 如果希臘退的話 也許土耳其就可以加進來 另外還有兩個國家 就是馬其頓 還有一個科索沃 歐盟國家普遍都認為 應該去承認科索沃 但是科索沃 希臘人認為那都是阿爾巴尼亞人 阿爾巴尼亞人 剛好就是希臘的鄰居 他認為如果科索沃獨立的話 將來科索沃意味著 他很可能併入阿爾巴尼亞 希臘這個西北部 有一部分土地 也是屬於阿爾巴尼亞人 居住的地方 也會影響到希臘 在巴爾幹半島的地位 另外北邊的馬其頓 北邊馬其頓歐盟也很想說 你可不可以加入歐盟 但是希臘也不願意 所以我的認為是說 如果從地緣的角度來看 現在叫希臘退出歐元 甚至退出歐盟的話 馬上就可以增加三個國家 就是土耳其 馬其頓還有科索沃 我要小小時候觀察 因為現在市長反應是認為 他是個黑天鵝 可是從我們剛才來賓來講 其實希臘跟與世隔絕 因為我們看他的負債的關係 基本上在經過三年前 兩年前的債務重組 其實民間沒什麼負債 也就是他傳導性並不高 不是說高盛還有500億欠債 台灣的國泰金 對希臘政府還借了5億 其實在經過之前的一個債務置換 希臘的債務問題 其實跟國際真的是已經切割了 為什麼會影響那麼大 您的觀察 我想還是要從賽季理論來看 因為除了這一次6月30號 到期的債務之外 另外可能未來還有7月還有8月 還有4月 通通有債務到期的狀況 從賽季理論來看的話 當兩方面走到一個囚犯困境的話 另外一方面就要採取與時計分 所以從今天的個案來看的話 就非常明顯的考驗到明天6月30號 這個有關於歐盟或者是梅克拉 他的一些動作 沒有 他擺明不還 也不用考慮了 對 但是這個擺明不還的 除了6月30號之外 另外還有後面的 還有很多後面的 所以契布拉斯在這一次 用第一次的這個違約的一個狀況 幾乎是已經違約的狀況 準違約的狀況 來看你歐盟區的財產們 或者看你梅克拉 明天晚上 會不會第一個 會不會幫我達到我的目的 希臘的目的就是 這個檢記債務 對 就是3000億的本票開出去 希望能夠1000億還掉 對 希望能夠檢記 目前來看的話 歐盟面臨到困難 比希臘還要嚴重 為什麼 因為明天事實上已經到期了 而且已經違約了 而且希臘目前還是歐盟的成天國 所以他歐盟中央不管ELA 或者是EBC 或者是EU 都要為希臘的債務背書 所以希臘欠IMF的這些錢的話 雖然IMF在2008年開始 已經討論到國家破產法的問題 但是明天只有可能面對的是說 你歐盟是不是還要再撥錢出來 然後你希臘的債務 就讓你寄存 不要說減存 寄存 寄存的話 這個問題就一直拖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為什麼不能減記 其實希臘政府其實希望就是 你們這些債券人知道 我們還不了 能不能就打一個折扣 觀眾朋友 我們看一下 整個希臘的GDP跟負債比 其實負債在GDP是高達177% 基本上這個數字是 已經確定是永遠還不了了 所以現在唯一方法 希臘的財長希普拉斯 總理 他們都希望說打個折扣 你們只要打個折扣都可以談 因為這個存量太大 我每年省1%來還這個錢 我要還177年 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以平均壽命70年來講 要還三代人 所以希臘說 除非減記債務 不然沒有尊潔方案 可觀眾朋友我們看一下 目前因為所有的負債 都在工部門手上 包括了像德國政府 包括了歐洲央行 包括了像歐洲央行 包括IMF 這時候問題來了 假如減記 像德國其中佔635億歐元 其實他減記跟違約 對德國政府 對米克來講沒差 反正都是不還了 我順便把你希臘給踢出去 不就解決了嗎 所以這個是個討論矛盾 希臘說不是不談 只要你減記 我就願意聽你的話 可是對歐洲來講 你減記 我們就不用談 反正你不想還錢 以後就不要往來就好了 所以最後變成撞車 而這個撞車現在我們要觀察到 第一個 包括葡萄牙 因為葡萄牙的債務問題 也非常嚴重 假如希臘脫歐能夠成功 而且能夠短期之內 像冰島般的復甦 那葡萄牙要不要脫歐 那西班牙要不要脫歐 那義大利要不要脫歐 所以它變成一個 系統性的風險 好 最好是我們先觀察 因為從這問題來做掌握 其實據我們剛剛提出一個 叫外部債務跟內部債務 外部就是希臘先欠外國 高達GDP的1.77倍 內部包括貨有負債 像養腦金 社會福利 所以希臘拉斯他不是一個笨蛋 他在想什麼 有什麼樣的方法在一段時間 我們當然不可能馬上解決 未來10年好了 我們給下10年時間 希臘拉斯在打什麼算盤 同時可以解決內部債務 跟外部債務問題 不是不行 像民國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基本上就曾經用過這種方式 一次性解決內部債務 跟外部債務問題 您的觀察 我想在解決債務問題方面 第一個就是貨幣的貶值 然後幾十萬的舊台幣 換成一塊的新台幣 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使得它內部 對於公務員的退休金 或者是對於養老金的話 就被通膨給消化掉 對 整個都消化掉了 第二個對於外部的解決方面 從阿根廷的例子 我想這次希臘手動用的 整個規劃 整個計畫的過程 是非常嚴謹跟嚴密 因為阿根廷是在去年 又開始第二次的談判的時候 還不被承認 因為債務的重組 還不會被承認 所以這次希臘手要求了 他不是寄存債務 因為破產要經過法院 對 要經過很多很多 國際的破產要經過法院 不是說你要破產就破產 所以說希臘他的信用平等 我想今天就會被降成選擇性的違約 所以他在發行公債方面 他的利率絕對是很高的 就剛剛外面講的 再也接不到錢了 對 絕對是很高的 可是他不會在意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要求的是檢測債務 你明天到期的時候 好 你即時德魯狗幫我寄存債務 我的債務還在 等到下一次的時候 還是還不了 還不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歐洲的 蝴蝶效應 剛剛四王所提的 葡萄牙 西班牙 還有過去因為檢測債務 被拖累的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那個時候 是檢測了希臘30億的債務 問題很大 因為IMF對希臘 跟對阿根廷的標準 不一樣 所以官朋友像之前 像最近不講說IMF SDR幹嘛 IMF的公信力 這次被打折打很深 IMF怎麼在1997年 整韓國人欺負泰國人的 在2002年怎麼壓榨俄羅斯 是怎麼欺負阿根廷的 結果在2015年 對希臘兩隻眼睛閉起來 耳朵塞起來 完全看不到 就知道 其實官朋友國際世界 就是這麼不公平 其實說IMF的公信力 這次被打折打很深 對 所以說希臘這一次的 有關於7月5號的公投 他是有經過嚴密的規劃 就是說我看你第一次 我跟你攤牌 我就跟你攤了 然後你要怎麼辦 對 我們看到IMF在明天的話 應該會讓步 為什麼 因為我寄存債務 你的債務還在 因為他長是白皮膚 他不是黃皮膚 他不是黑皮膚 台灣觀眾在政治經濟軍事 有了解 因為你是黃色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以為 這些國際機構對你沒來演 其實是好事 絕對是不可能的 對 所以說7 Plus這一招 在目前來看的話 已經打贏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會有蝴蝶的效應出來 包括歐元 包括今天的石油的價格等等 整個全球的損失 都抵不上他幾千億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在明天的5月之前 就是6月30號之前 我想德國在兩個版本之間 他會做一個再折衷 好 我們就要看一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整個下個問題 這次政治高度拉得非常高 第一個 會賠掉 全球最大的國際貨幣金金 全球最大金融救火隊的 一個公信力 另外會被破壞了歐盟的團結 也同時打壞了整個歐元的紀律 所以七八十這一期 說實在下得並不差 或許希臘人即將面對 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經濟環境 可是對於全球遊戲規制的調整 才是今天金融市場 大跌的最主要的含義 好 我們今天我們回來觀察 另外一個市場 就是中國股市 這個上禮拜五 入股大跌之後 今天這個週末 這個人民銀行 降存款準備機率 降息 所有貨幣政策同步齊發 可是完全沒效 今天入股再度出現重挫發展 到底怎麼了 今天我們會做進行的觀察 我們會做進行觀察